湯圓它本身就是糯米做的 那这个糯米呢本身 我们不管是圆糯米 餐糯米 只要磨出来的粉呢 它一定都会老化 那老化了以后呢它就会裂 所以呢如果是天然的话呢 它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它就会裂掉 所以反而要挑会裂的 裂掉的话呢这就是天然的 自然现象 可是这个裂了以后呢 它就会造成怎么样呢 这个造型就比较不好看 它老化了以后就会变成硬硬的 那假设你的做好了以后呢 它都不会裂 风吹了以后都不会裂 那这个表示里面呢 它这个淀粉它不会老化 所以呢我今天我买回来的 这是一个麻糬 这个麻糬压下去以后呢 它的弹性很好 那弹性很好呢就表示说 它用的修饰淀粉 可能用的是氧化修饰淀粉 或是磷酸化的修饰淀粉 那不会裂掉的时候呢 所以这个时候看起来就会非常好 那我这个磷酸化的修饰淀粉呢 本身又有很好的防腐功能 所以它上面也可以在写 就是说绝对不加防腐剂 可是它不加防腐剂 可是它可以摆了很久 都不会坏掉 那就对啊 所以我在这边就建议大家就讲说 如果你不太想吃太多的添加物的时候呢 这时候这个汤圆怎么样呢 它会裂掉 可是在买汤圆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红色的汤圆 这种东西来讲的话呢 我特别要强调 我们的红色色素可以用的是 六号七号跟四十号 那假设它上面标示的是六号七号四十号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至少吃的会比较安心一点 但是我还是要建议就是说 如果要用红色的话呢 我还是认为客家人的那个红麴 会比较好一点 更天然 用那个红麴是会比较 或是有一些那个甜菜根那种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